珍贵的信物 信物制着在此 你果真是为娘的女儿啊 雷冻妈妈 小鱼终于找到她的妈妈了 好感人啊 是啊 多亏有了这件信物 我也要寻找一件信物 你要信物干什么 万一我不小心和妈妈失散了 有信物才能认出彼此 这孩子 信物换好了 我一半 妈妈一半 雲冻妈妈 我制作好信物了 好的 那我把您的这一半信物放在这里咯 雲冻妈妈 一定要保管好哦 会的会的 哎哟 都湿透了 吃虾可糟了 哎呀 我的信物 棉花糖 妈妈要跟你说一件事 雲冻妈妈 我也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嗯 嗯 嗯 棉花糖 你的也脏了 棉花糖 所以说你找的这种信物呢 不利于保存 你还需要换一种 对对对 我再去找找其他东西当信物 用什么当信物呢 嗯 这两个扣子闪闪亮 像宝石一样 就拿这个当信物好了 嗯 嗯 雲冻妈妈 您要把这个信物收藏好 万一我们走散了很多年以后 要用它相见 哦 这个扣子我记得 是你的一条穿小的裙子上面的 妈妈把上面的扣子都拆了下来 嗯 嗯 趴这么硬 也肯定不会坏 嗯 哎 棉花 你嘴里掉的是什么呀 啊 又一颗扣子 棉花糖 这种扣子呀 全世界应该有几十万个呢 不够特别 没法当信物啊 嗯 云朵妈妈买菜回来了 是啊 什么能做信物呢 树叶 不行 石头 找不到一样的呀 云朵妈妈 你买菜回来了 今天菜婶那边的草莓多少钱一斤 我看看我是从网上买 还是蔬果店里买 哎 今天菜婶家的草莓特别好 价格也不贵 你去店里买吧 还能挑呢 依拉罐 不行 依拉罐太多了 是吧 云朵妈妈 嗯 云朵妈妈呢 云朵妈妈 云朵妈妈 你在哪儿呢 啊 我的信物还没有准备好 就和云朵妈妈走散了 云朵妈妈 哈哈哈哈 就是 棉花糖刚才还说 她一次呀 能吃半个西瓜 是吧 棉花糖 哎 棉花糖呢 我看她自己往那边走了 我以为你们说好了 哎 没有没有啊 哎呀改天再聊啊 我得去找棉花糖了 妈妈 棉花糖 你去哪儿呢 我妈妈妈丢了 你可别吓妈妈啊 棉花糖 你可千万别跑出小区呀 妈妈 妈妈 那是棉花糖的声音 妈妈在这儿 妈妈在这儿 往妈妈这边跑 妈妈 我来了 哎呀 棉花糖 你可把妈妈吓坏了 云朵妈妈 您是怎么知道我在叫妈妈呀 嗯 我也没说我是云朵妈妈呀 你怎么也知道往这个方向跑呢 我听出了云朵妈妈的声音 妈妈也是啊 妈妈一下子就能听出棉花糖的声音 以后啊可不能乱跑了哦 以后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哦 云朵妈妈 看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信物 有声音就够了 那当然了 不过我们永远也不会走散的 没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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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算是我的错误 那这错误就不能被原谅吗 原谅 你知道原谅有多么昂贵吗 你不配得到我的原谅 怎么回事 为什么爸爸妈妈在吵架 嗯 嗯 为什么他们会吵架呢 还谁也不理谁 嗯 这可怎么办呀 怎么样他们才能和好呢 啊 你爸爸妈妈吵架了 就是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大人最莫名其妙了 总是因为奇怪的小事生气 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和好 要不去问问老师 吵架啊 这个问题有些严重呢 就是啊 看他们的样子 还没有原谅彼此的打算呢 其实大部分时候他们已经不生气了 只是不好意思道歉 原来是这样 那我得想个办法 卡片上就写对不起就可以了 没错 谢谢玫瑰姐姐 现在鲜花有了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嘿 我把这束花送给云朵妈妈 就说是蓝天爸爸给的就好了 太好了 我也来帮你吧 谢谢啦 这是蓝天爸爸送给我的 没错 是蓝天爸爸让我转交给您的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为什么送花给我呢 还写着对不起 难道蓝天爸爸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 我回来了 你怎么还想起买菜了 不是我买的 记住 家和万事兴 别跟云朵吵架了 这样对谁都不好 您说什么 没事 快走吧 这些菜送给你吃 不要钱 记住了 家和万事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简直太奇怪了 对了 你送我这花又是什么意思啊 啊 什么花 我怎么 云朵妈妈 吵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有什么事情好好跟蓝天说嘛 棉花桃 棉花桃 我告诉了菜手和小苹果妈妈 你的爸爸妈妈吵架的事情 让他们帮忙劝架 怎么样 有效果吗 是你干的呀 当然了 棉花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棉花桃 爷爷奶奶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你们吵架了 我们不放心 过来看看 你们说是小苹果妈妈给你们打的电话 就是 她说你们俩吵架吵得可厉害了 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因为什么呀 我们没吵架呀 你们有 我都听见了 云朵妈妈说 你知道原谅有多昂贵吗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过几天要参加社区小品演出 让蓝天爸爸帮忙对了几句台词 啊 台词 对呀 原来是这样 哎 爷爷奶奶多吃一点 棉花桃 那束花是你替蓝天爸爸送我的吧 嗯嗯 那菜婶送我菜 也是为了劝我和云朵妈妈和好 嗯嗯 不用问了 一定是小苹果回家跟妈妈说了 所以她妈妈才会给我们打电话 奇惊一场 以后你们两个再对台词的时候小点声 嗯嗯 父母吵架 孩子最难过了 嗯 希望我以后再也不用当调解员了 哎呀 哎呀